继续盘点将夜中五境之上的境界划分 前文我们说道门之天启与清境 佛宗之无量 寂灭和金刚不坏 魔宗之天魔 书院之无惧都算是第六境 那六境之上又是怎么样的呢 六境之上被齐山大师称作是至上境界 也可以理解为第七境 即便是世间最古老的典籍上也没有记载 只在疑似一贯一门二层楼里口口相传 那便是魔宗之不朽 佛门之涅槃 道门之语化 与书院之超凡 按照齐山大师的说法 魔宗开创不过千年 未曾听闻有人修至不朽 屠夫的实力被称作是接近不朽 但从佛陀的战力表现上看 接近不朽和真正的不朽完全无法相比 屠夫说 于连也许有希望进入传说中的不朽境界 但也只是有希望 起码在江夜结局时的于连距离那一步 还非常的遥远 因此魔宗之不朽的具体效果没人知道 不过参考魔宗功法重视炼体 不朽从字面上猜测 进入到这一境界的人 身体强度恐怕已经到了不可揣摩的高度 可以对抗一定的时间法则 已经不再是如讲经手作这种 只能免疫物理伤害的修行者 烂科寺之战前 骑山大师对宁缺说 佛祖元祭之时天有异象 应是涅槃 后来陶山光明祭后 浩天带着宁缺周游世界 当他们走到瓦山烂科寺 占仰佛祖石像时 浩天感到佛陀好像在看着他们 然而神奇的是 以浩天之能 也看不出佛陀是生是死 浩天所说的涅槃 就是一种宁静寂灭 不知生死 具有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一种状态 佛陀涅槃齐槃世界后 精神和肉体 达到了不死不灭的地步 齐槃世界的所有人 也是涅槃状态 他们都是佛祖涅槃的一部分 所以齐槃世界的众佛 都可以认为是佛陀自身的一部分 他们都可以不生不死 涅槃的真意是 天和佛皆能算 佛涅槃 天便算不到佛 值得一提的是 佛陀是江夜世界中 唯一一个可以确定是第七境的人 继续盘点江夜中 五境之上的境界划分 说完魔宗之不朽和佛宗之涅槃 我们再来说一下 道门之羽化 与书院之超凡 道门羽化的意思就是 羽化成仙嘛 指修行者直接飞升 回归浩天神国 成为民间传说里的那些神仙 道门因为是浩天在人间的 忠实拥护者 因此 在走到漫漫修道路的尽头 便会回归到浩天的怀抱 很多人关心 他们最后的结局 是死亡还是永生 答案不言而喻 不过对那些道门之人来说 被揭引至浩天神国 回归世界本源 便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也是他们生存和奋斗的终极目的 达到羽化境界后 就无法在人间停留 因此羽化境界的具体实力未知 书院之超凡是书院中人的世界 历来能达到这个境界的 猜测肯定有夫子 柯浩然因为实力超群 也常常被认为是在这个境界 比如君墨就说过 修行道的尽头便是大道 河流的对岸便是彼岸 那里不是武境之上 而是更高远的地方 是只有小师叔和夫子 才能达到的地方 可见在君墨眼中 柯浩然并不是普通的破武境 而骑山也说过类似的话 破武境修行者距离那些至上境界 还有极远的一段距离 再加上柯浩然最后一站 拜进道门灌主 与西陵长教 被众多高手包围 境界却连续突破 最后自敢天下无敌后 选择拔剑问天 被浩天认为拔剑问天的柳白 与柯浩然差了几百年 综上可以认为 说柯浩然是书院超凡境界 问题不大 如果说破武境的修行者 已经可以被动的躲避浩天 那第七境 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有一定和人间的浩天对抗的实力 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在这些小的时间和空间法则下 即便是浩天应付起来 也并不轻松 江夜中人类修行者 最后的一步是什么 如果说破武境强者是无数人梦想 却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彼岸 那破武境强者 灌上的明珠必然是无举境界 无举不同无据 无举意味着无规则束缚 它是人类修行能够走到的最后一步 到了那一步 才能没有规矩 不是任何规则 即便是浩天也无可奈何 你可以认为 无举是第八境第九境 也可以认为它是第999境 总之它是人类修行境界的天花板 人类有史以来只有夫子修至此境界 夫子之后 人类大概率也不会再有第二个无举 夫子之所以能修成无举之境 除了是因为他看过全本的七卷天书 还因为他自身是带着某种使命来的 夫子的使命就是化月 所以宁缺的从外遇穿越而来 与夫子修成史上最强的无举境界 还有浩天降世 是打破江夜旧世界最不可缺少的三要素 无举境界最后的宿命就是化月 而人类只需要一个月亮 因此人类中再也不会有能修成无举境界之人 说完江夜中的境界划分 我们再来说一下江夜世界中的境界压制 事实上江夜世界中的境界 对实力的压制非常的明显 比如宁缺展胜夏侯 是历史上记载以来的第一个 动旋境越境战胜知命境之人 号称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 对上根本不善战斗的陈匹笔 居然连一招都撑不住 而知命境能越境挑战破五境强者之人 也是凤毛麟角 猜测只有柳白连生和宁缺等少数人 如李曼曼可以以无惧的一棒 把知命巅峰龙庆打得重伤不起 天启境界的宁缺 可以一箭居杀知命巅峰的朝老太爷 哪怕是有着最弱破五境之称的熊出没 也能凭借境界优势 斩杀号称半步破五境的武造巅峰强者 大唐柱石许氏 同样以境界描写上看 第七境对第六境的压制也非常明显 比如佛陀在棋盘世界内 差点把浩天涌流棋盘内 而修成无举境界的夫子 号称在打架仪式上从来没有输过 所以越境挑战在将一世界中 是极少见的现象 只有主角与少数强者才能做到